我是剪紙藝術家谷国轩 我觉得剪纸是可以讲出很多东西的魔术 一把剪刀几张色纸 这个剪纸艺术家很不一样 我觉得我剪纸并没有循着传统的脉络或者什么 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好玩 画画还要收拾东西啊 水彩什么很麻烦 只要剪刀跟纸就可以操作了 因为我很喜欢动物 所以我常常会把动物的角色加进去 在开车的呢 它其实是一只袋鼠 后面因为大雄 大雄因为它有扶着这个卡车的前面 它就站得很稳 然后后面有长颈鹿 就是因为很快 然后它脖子又很长 简单朴实而充满温情的剪纸 谷国轩带你感受蕴含祝福的艺术 每周一周 锁定UDN TV 异象世界